我是成哥,一名代言青年 在我的家乡,到处隐藏着超人 比如,默默无闻的清洁光大力 实际上是能让身体自由深缩的橡皮人 比如,承载着全串人幸福的考串大叔 拥有着能控制火焰的超能力 比如,这前头后枪,一人犯罪的姑娘 不经意间,就会给你一阵酥马快感 再比如瘦的皮包裹的保安小哥 其实是会使用武装色霸器的高手 另外,这位由托尼老师 金手打造发型的老头 其实是英雄联盟创始人老王 负责指挥以上几位超能者 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 至于我,表面上是一个花鸭的美男子 但其实却拥有着口吐强力胶水这种 人人羡慕的超能力 作为刚加入英雄联盟的一级小蒙金 让我独自对付这伙刀贼 终究还是有点虚 幸亏在师兄师姐的帮助下 对方很快就被囤灭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这个超能力是怎么得来的 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务实过劣质胶水 有毒物质在体内积蓄了多年 最近才突然发生变异 全身体液都变成强烈胶 嗯,你没有猜错 不过亿万子孙也发生了骄变 英雄联盟里面的会员 都干着普通工作 隐藏在基层一线 考虑到我的超能力太过强大 老王为我安排了一个 关乎整个村子命运的岗位 就这样我开始了分战 一天的快递 我仅用半小时就送完 剩下的时间就陪这个空潮老人 坐在马路边吃方便面 也是在这时我遇到了 网红女主播小多 第一次见面 就要求我上门服 呸,上门取见 我就这样跟着她回了家 正所谓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好看的皮囊五百一宿 我连五百块钱都没有 只能到洗手间里 用右手解决问题 哎呀,不小心尿手伤了 当然,大家别嫌弃 这只是浇水而已 麻烦的是 一不注意就会到处沾花惹草 结果被打算偷干的她 当成了四郎 之后,本狼误打误撞 来了个英雄救美 嗯,这手感真不错 但,接下来却尴尬了 小罗虽然骂我是变态 不过没有报警 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口是心非吧 为了让我能更好地控制超能力 老王帮我做了个净身手术 从此,我告别了沾花惹草的特性 胶水只能通过手上两个口子出来 我给自己设计了一套 星红吃叶的皮肤 一边继续伟大的快递事业 一边和小伙伴们惩治坏蛋 日子过得充实而快的 这天晚上 小罗边走夜路边开直播 有个狼友竟然趁着夜色 把他拉到了小树里 我他妈急了 快放开那个女孩 让我先来 就这样 我叫醒了不懂规矩的狼友 来一场最俗套的天外飞行 从他的眼神我可以看出 他已被我征服 接下来 诶,老王你为什么要来 第二天 这段小视频流传了出去 不出意外还上了热搜 一夜之间 全村的姑娘都想为我生猴子 不过 呃,戴上 您还是算了吧 领导趁着打铁 打算碰红我 让我为快递代言 一时之间 我广告代言接到手软 那摩也约了 呸 这照片是合成的 我压根没见过他 后来我收邀上了中国吊声音 和其他三位导师同台装逼 我知道 你们都是音乐界的半壁江山 但是没有 论装逼 我才是专业的 就这样 赢得了学员的崇拜 他们不服也不信 相比于天天露节目 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还是更喜欢拯救世界的人 就是最近运气不太好 世界和平得很 不是遇到小孩子 就是微商蹭热度 强行植入广告 再者 就是毛都还没长急 就出来碰瓷儿的小情侣 搞得好像我有存款 能让他们压榨似的 所谓人红是非多 长得帅 仇人多 同时保安小哥 一直嫉妒我的帅气与风光 一言不合计上来贬我 仗着老王在旁边 我也没怂他 论美貌 你是比不过我的 接着 又自了他一嘴的胶水 我让你再废话连骗 我也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了这种 让我羞于其吃的事 小龙误以为我是弯的 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 本心里这么美 竟然偏偏斗不过一个臭男人 我穿上蝙蝠 跑去安慰他 但我没敢告诉他 我这是快递侠 因为 我不想破坏快递侠 在他心中的完美形象 毕竟 我除了英俊一万 一无是处 我承诺会为他和快递侠 安排一次 终身难忘的优惠 但是 等我换上 辛红之夜的皮肤去炒大时 他却被人掳走了 原来 他爹是个顶呱呱制药厂的成长 最近手下的研究会 金毛 私自在制造科隆药 两人理念不合 起了冲突 金毛打算用小龙来威胁他爹 幸快我及时出现 救下了妇女两人 之后 我的小伙伴们也来到现场 合力打倒了那些虾兵蟹将 金毛只好落荒而逃 但没走两波 就被保安哥给抓到 情急之下 就用小泉泉给了他一剂 甜蜜暴击 保安哥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竟然就这样 抽中了限量版 钢铁之躯的皮肤 还额外增算八块腹肌 之后 他在村里伸张正义 专门削那些 不听话的熊孩子 我赶紧带着小伙伴们 去给他加油喝彩 但是 我明明已经限制了他的动作 你俩还打不过他 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让我一个人 怎么对付得了 老汪琴接着下 是出最拿手的 一魂大法 后来小罗也过来千里送人头 但是我怎么忍心 让他去这样领盒饭 一招深说自如的爱 把他拉了回来 我俩正在谈情说爱 保安哥又要杀回来 紧急关头 他亲哥到达了战场 给他使了套符咒 就以为事情已经摆平 可是 你也不想想 对方连亲爹都敢打 哪会判你个哥 道长吓得屁滚尿流 再也不可能指望他了 果然 拯救世界的任务 还得落在我头上 小伙伴们 把超能力都传输给我 我QWR一套技能甩出来 终于让保安哥 恢复了怨压 危机已经解除了 但是 嗯 最后这愤怒的一拳 是报复他 多做了我的初吻 就这样 我和小罗开始了 没消没躁的幸福生活 我是快点侠 我为自己代言